嗨,各位同学好,我是总统老师David老师 今天一样进入到我们的循环课程 来了解一下什么是自然拼读 以及配合一些国际发音的一个学习 那我们今天还是一样 在上一堂课我们讲的UBE 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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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 也可以发音为 U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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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当然上一堂课我们讲的两个生子 一个是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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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是什么 TO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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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现在我们就利用啊 我们在教老师教的FHK PST 无声辅音的这六个主要的循环课程 所以我们知道当你配上这个B1结尾的时候 我们P的颠倒就是B 那当然Sine恒格教完U之后 我们就FHK 我们FHK PST 那P的下一个就是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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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我们来看S 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练习 好,那我们来看 老师先把这个PST 我们把S拿出来 好,当然我们得拿出S之后 那我们就来做一个练习 所以当我们的结尾是S的时候 那本来是BE 那我们看结尾 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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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就来试试看 然后在我们的Code 在尾音的地方 我们现在要找出来S1的一个组合 S1 那一般来说我们讲S1 我们就会发成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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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先把S1拿过来 好,那记得S1的这个循环 然后我们来做一个练习 然后了解它的发音的结构面 好,那我们来看 首先我们先看看 有没有ASE这个组合 ASE这组 郁音组合 所以我们现在 我们的郁音的这个逻辑中 找出ASE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发现 好,同样在这个地方 ASE的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两组 有两组发音 那在这个地方 老子给大家做一个 教学上的一个练习 ASE它有两个发音 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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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注意到我们的生词有 BASE CASE CHASE BASE CASE CHASE 好的 再来哦 也是有很多同学们在问了一个问题 ASE也可以念 A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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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 Phr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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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地方就需要同学们 做一点额外的一点 学习的一个方向 所以 这也是一个常常有人在问 就是同样是SE做结尾的时候 为什么有时候念S S 有时候念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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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希望同学们在跟着我们的自然拼读 以及国际印标的课程时 我希望同学们在课后看完这个影带之后 可以去查一查这些生词 它在字典之中 它的词性为什么 这是老师给你一个小提示 它的词性是什么 一般来说我们在讲 为什么会S跟Z有两种音 S或Z有两种音 我们知道很多音式的拼音 它都是Z一结尾 但是Z一结尾跑到美式之后 可能会变成SE结尾 这是长线的一个 我们讲美式音式的一个 做一个切换的一个学习的方向 所以说同学们当然要注意 当然我们在讲美式的自然拼读 有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些生词 它是从音式的Z一转到美式的SE 在拼法上不同 但是它会沿用旧的一个发音 Z Z 所以老师希望你去看一下字典 去了解一下 当然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有时候人说 无声的S 为什么会变成有声的Z 讲个简单的点 如果它是动词的话 就会变成Z 如果它是动词 这是跟词性有绝对 非常大的关联性 那我希望同学们 就先抱着一个开心的角度 我们先来做一点学习 所以SE有两种念法 一个念S 一个念Z 好,那我们今天找到第一组 我们今天来配合的这个和音 我们的Nucleus 我们今天找出来的是 A A A 好,我们在ASE的时候呢 记得这个鞋尾的E 看起来像是open syllable 开放音节 看起来像 但是因为前方配合了一个母音原音 A 并且它是一个ASE的一个组合 ASE的一个组合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注意同学们 它就是Valcouncil的E 母子E 圆辅E 的一个规则 Valcouncil的E 母子E 圆辅E 或者我们称它是ValespaceE ValespaceE 记得当它是形成ValespaceE的时候呢 后方的E是不发音的 前方的A 会发出我们讲的LongVal LongVal 长母音长圆音 因此 长母音长圆音的A 它的发音就是A 好 所以我们先来练习一下ASE 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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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我们也可以练成 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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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们来看第一组首音 好 这边有两组发音 所以同学们要自己做一个切换 所以第一组发音我们的 onset 我们的合音是B 我们就发为B B B B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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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组音音我们找到的是C 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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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组音音我们找到的是CH 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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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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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B fifty 一 B phase phase 注意哦 结尾我们可以念出来 这个音哦 第五组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 phr我们念 ph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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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e phrase phrase 好那同学们记得哦 我们刚刚讲了这个顺序了哦 所以同学们再来做一点练习哦 老师一开始也讲过啊 为什么有时候s会念s 有时候s会念z 这两个变化 希望大家在字典里面哦 多研究一下 就了解了 当然有几个诀窍 第一个他是不是从 英文原生的ze 变成se的 他发音是不会改变 第二个 角度来看的话 就是他是不是动词 动词的话通常也会变 也会变这个音 名词的话就不一定了哦 好那我们来看哦 再来一页 research 跟老师来念我们的首音 bbbbbb...Bass...Bass... SBS... BCKX...C x... K... 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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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C... S... C... S... C... S... ... ch... C... S... C... S... S... PHR 再一遍 B B Base Case Case C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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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a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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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就今天的教学 谢谢大家收看